今天是农历8月15 是中国的传统中秋佳节 那几个星期前在华部市面上 就已经飘着香浓的月饼味 今天民众们依然抓住最后的时刻 抢购月饼 每逢佳节被撕亲 仿佛只有家乡月饼的味道 能够辽以慰藉 远在海外漂泊侨胞们的思乡之情 位于纽约华部的多家地道饼店 在几个星期前 便早已有各种口味的月饼上市 1980年代初 香港的名牌月饼 如大荣华 莲香 家顿 美星等 开始引进纽约 而台湾的月饼 还有内地的广州酒家 也到美国分杯羹了 因此每到中秋节前一个月 华部就开始月饼大战 今天在华部的几家饼店 和超市内仍然可以见到 排队抢购月饼的民众 据华部一家有名的饼店店员介绍 今年店内的自制月饼销量非常好 中秋节前几个星期内 每天都能卖出好几百盒 直到今天中午 店里的月饼已经销售一空 也有许多民众选择附近的华人超市 选购大品牌月饼 今天货架上的香港 台湾和内地的月饼 与几个星期前相比也已经所剩无几 我们代理的那个龙华月饼和年夏月饼 在这两个星期冲得很快 已经基本上已经都卖完了 是剩下一点点回来 所以今天来说我想 在今天的晚上之前 我们可以全部finish了 华部民众抢购月饼的热情 让人不禁想到 中秋节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也许更多的意味着浓浓的思乡之情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 纽约采访报道 为其一周名为魅力上海的 城市形象推广活动 今天在被誉为美国历史地标的 纽约勒克菲勒中心开幕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孙国祥 以及中美企业家文化界人士 美国犹太人社团 以及社区证明人士 出席了开幕式 今天的开幕式 吸引了百余人前来参加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孙国祥 以及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等主办方人士 在开幕式上致辞 并未展出进行剪彩 为其一周的魅力上海推广活动 包括在洛克菲勒中心 展示上海百年历程和人文变迁的 百年上海图片展 讲述20世纪上半叶 犹太人在上海生活经历的 犹太人和上海图片展 以及当代海派中国画展 另外由德国著名摄影师 今年7月刚拍摄完成的 360度上海体验型图片展 也称为活动亮点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孙国祥表示 魅力上海展示了上海近百年内 发生的巨大变化 希望纽约人们通过这样的展览 能够更多的了解上海 促进两地交流 这幅作品是反映了上海 在改革开放之后 他们突飞猛进的变化 也希望通过这些图片 能吸引到更多的美国朋友 去中国去上海去看一看 上海市市长杨雄通过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对这个活动表示祝贺 希望通过魅力上海推广活动 展示上海的最新面貌 深化上海和纽约两地的友谊与合作 华语电视记者 不线纽约采访报道 对于许多深处美国的华人民众来说 成为美国公民是一条漫长复杂的道路 很多民众甚至只是因为英文语言水平 阻碍了自己的入籍之路 那下周四在华部孔子大厦之内 将会举办一场免费的入籍程序讲座 今天下午两点 在位于华部的孔子大厦内 来自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工作人员 为下周四即将举办的入籍程序 如何成为美国公民讲座 举行了小型的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 届时将有移民局的代表人员 用中文说明主题 并现场帮助民众翻译 解答有关公民申请程序的问题 纽约中华总商会负责人也表示 非常高兴能够与移民局合作 为民众提供最便利的方式 协助华人解决入籍身份等问题 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介绍 美国有几十万的华人拥有绿卡 但并未入籍 有人怕麻烦或考不过 但美国政府仍然鼓励绿卡持有人入籍 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 这次会议主要是讲解如何成为美国公民 以及相关的资料 我们会用中文以及国语和广文化 来回答有关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次是很难的机会 希望你们家人和朋友能够到时收看 本次讲座的具体时间是9月26日下星期四 晚上7点30分到9点 纽约包里街33号 孔子大厦一楼交易厅内 需要帮助的民众可以前往参加 或拨打800-857-6924进行咨询 华语电视记者莫威纽约采访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中 公益维护人参选人詹姆斯和史葛靖 两人以相近的得票率胜出 将于下个月进行复选 今天詹姆斯获得多个团体的背书 纽约市公益维护人参选人 来自布鲁克林的市议员詹姆斯 今天获得包括纽约最大政府工会 DC37 交通运输工会 妇女权利团体等工会和团体的背书 百余人出席了在市政厅前的背书活动 支持者介绍说 他们背书詹姆斯的主要原因包括 他能更好的代表和争取女性权益 提供更多可负担房 主张改善贫富差异严重的现状 曾帮工会成员争取有心并驾等等 每次通行工作人员需要一个人 Tish James在那里 我们今天来说Tish我们支持你 而詹姆斯本人则表示 他最主要的竞选理念就是要代表工作女士团体 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争取利益 他说工资不应该跟性别有关 如果当选 他将致力于为女士争取平等工资 他还会努力不让城市多家医院 因为经费等问题而关闭 詹姆斯和时隔禁两人在初选中 分别获得了35.9%和33.2%的选票 由于没有人达到40%的关键点 两人将于10月1日进行复选 由于共和党方面无人参选这一职务 两人中胜出的一方将成为下一任纽约市公益维护人 华语电视记者布宪纽约采访报道 再来关注纽约市长竞选 民主党候选人白思豪现在不仅名义上大幅领先于其他候选人 昨天他还获得了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支持 前第一家庭克林顿夫妇昨天发表了一份声明 支持白思豪出任下届纽约市长 昨天前国务卿希拉里通过了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 宣布他和丈夫都会支持白思豪的竞选活动 在声明中希拉里表示 白思豪是克林顿总统与希拉里国务卿多年的至交 深得两人呵护 夫妇两人都为他深感骄傲 并乐见其正投身一场深思熟虑 务实且负创新的选战中 并将支持他继续前进 白思豪和克林顿一家可算是私交不浅 早在2000年希拉里竞选国会参议院时 白思豪就曾经担任过他竞选团队的主管 在共和党方面 洛塔此前一直专注于竞选筹备资金 被批评与民众的互动不足 最近洛塔也改变策略 开始频频出现在地铁站点等地 并积极和民众交流 纽约市长竞选将在今年11月份进行 中文字幕并且前进行